新冠肺炎开始爆发的时候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看到抢购潮 抢口罩 抢洗手业 抢厕纸 囤积粮食等等的现象 风水轮流转 如今连我们的国家也开始出现抢购潮了 哪抢口罩 抢洗手业 囤积粮食都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连厕纸都要抢呢 加拿大一名心理学家Steven Taylor的分析 他说那是人心理上产生的一种怕所催生的社会反应 那很多人心想既然无法控制到病毒的发展趋势 那至少也要维系好生活上最低水准的某样东西 例如厕纸 再来呢他们有人云亦云的心态 别人要买我也要买就跟求一种心安 至少他们在未知的日子里面 比别人做多了更多的准备 那当焦虑盖过理智线 大家就会忘了囤积过多货源的后果 例如用不完浪费 甚至造成其他人买不到的窘境 心理学家其实也说 人民的恐惧其实就来自于 不明确的政府官方的一些指示 除非人民获得了一些明确的官方承诺 否则他们只会光芒的囤货 买买买 那以口罩跟洗手业为例 国国爆发新冠肺炎到现在 冒销部就不断的告诉我们 有足够的货源 生产商业已经加量生产 但是事实上很多的人到现在 都买不到口罩跟洗手业啊 甚至有些无良的商家作底起价 以高出顶价好几倍的价钱 在网络炒卖 不少民众也出于害怕的心理 甘愿上钩 政府如果真的要遏止民众恐慌 是否应该用行动代替口头承诺 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心安呢